我没多问什么 很沉默 程新阁同样沉默 而在那天下午 程真来了 苦苦起起的样子 不用说 是师父不见了 同样得到了一句话 在竹林小柱等 接着 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我记不清了 是沁怀来了 拉着不停掉眼泪的慧根 慧根一见到我 就扑到我怀里大声哭着说 我再也不吃蛋糕了 沁怀有些悲伤的告诉我 在某一天 慧大爷牵着慧根来找他 说是慧根要吃蛋糕 他没有沁怀那么有钱 让沁怀带着慧根去好好吃一顿蛋糕 接下来 我知道 慧大爷也用那么不负责任的方式 消失了 消失了 我27岁了 可惜慧根才13岁 最后 是如雪 如月来了 我从来都不想这么颓废的样子 见到如雪 可是 就是这样见到了 如雪什么都没说 在无数双的眼睛下 从背后抱住了我 她说 别回头 你当是一个朋友 希望你振作起来 给你的鼓励 我姑奶奶走了 我很难过 但是 她跟我们提及了一些东西 她告诉我 恐怕按照你师父的性格 会不辞而别 她说 你会很难过的 她让我来 让我告诉你 振作 这一刻 我没有回头 可是我的眼泪 终于从侧脸划过 原来 哭出来的滋味 是那么好 如雪的出现 无疑是让我在悲伤的漩涡中 看见了一缕阳光 照亮了我一直疼痛不已的心 当她放开我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地跪在了地上 任由自己泪水横流 哭到不能自已 我成长的轨迹 都是伴随着师父的身影 那么多的相依为命的日子 怎么能轻易地抹杀呢 此刻 要命的回忆 全部化成了悲伤 化成了泪水 流淌过我的脸颊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伤 是在场所有的悲伤 每个人都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那种悲哀 此刻就如在共鸣一般 在竹林小柱的上空盘旋 接着再化作每个人的泪水 姐姐 原谅我 就一次 如月忽然这样说着 然后不管不顾地从背后抱住我 我的身体一僵 然后看见秦怀有些无奈 凄出的一笑 几乎是如如雪同时转过身去 三哥哥 你不要动 你就当是小时候 在背着我 我趴在你背上 那个时候我们见面 姜爷爷 奶奶都在 我们那么放肆 就去私闯恶鬼墓 因为我们内心 都觉得我们有依靠 就是姜爷爷和奶奶 他们在 他们会救我们 会包容我们的调皮 到最后 最多教训我们一顿 也舍不得把我们怎么样 如月靠在我的后背 断断续续地说着 我任由眼泪横流 听他慢慢地诉说 这样的感情 三哥哥 我和你同样在经历 从小到大的依赖 从小到大的天 所以 他们怎么可以让我们如此依赖 却又忽然离去呢 感觉就像被抛弃了一样 可是 三哥哥 有一件事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那个时候 在恶鬼墓 我们迷路了 遇见了那么多事情 是你一路带着我们 直到让我被胡叔叔救走 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也成了我的依赖 没有奶奶 没有姜爷爷 还有你 所以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不管他们的离开 是什么样的想法 如果 你有心不放弃 就成为所有人的依赖 带着我们 去找到他们吧 哪怕只见到一面就好 找到他们 哪怕只见一面都好 我的心里一阵 喃喃的问他 是找得到的吗 这时候 成真冲到我面前说 成一个 你是山字脉的传人 你是我们的大师兄 我师父从小就说过 我们这一脉 如果发生了大事 终究还是要 山字脉出面顶着 能找到的 你带着我们 找到他们吧 成心哥此时也走过来 他弄了一下眼睛 用他一贯优雅的姿势 抹去泪水 成一啊 你确实是大师兄 他们走了 我们这一脉 就是你领着了 我师父也说过 发生了天大的事情 也不要怕 自然有山字脉的出来 顶住半边天 我们其余几脉 只要大力助你 就可以了 我轻轻的推开了如月 一把抹掉泪水 沾了起来 我就说 我自问不成熟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还陷在悲伤里头 不能自拔 为什么那么相信我 就因为 我是山字脉吗 山字脉 成一啊 你知道为什么 叫山字脉吗 搬山而来 山中之人是什么 就是仙呢 师父曾经说过 师祖以山字脉为大 不是偏袒着谁 而是山字脉 才是修道的根源和正统 才是走行而上大道的人 而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说白了 其实是想山字脉 最终触摸到了更高层的东西 而庇护 其擦几脉的人 每个真正得了山字脉 道统之人 都是命运多则 却在背后 暗含大运之人 我不知道别的脉 是怎么回事 至少我们这一脉 就是如此 成一啊 带着我们吧 不管用多少岁月 哪怕穷其一生 也再次 让我们见一眼师父 哪怕只是墓碑 成心哥对我说着 这时候 我才真正明白 这个大师兄 所蕴含的含义 师父一直不曾对我提及 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 他是不想我再受这份束缚 可命运里该有的责任 总是逃避不了 我们此刻都是 失去了师父的人 就像一群 忽然被抛在旷野 迷路的人 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那么 就只能 定一个目标走下去 而我 无疑是要带领着的人 不管我如何悲伤 抢压住 还哽咽的喉头 我尽量平静的说 进去吧 我们也不要老在外面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两件事 第一 在这里等着李师叔 他让我们等着 而不是 让我们去见他 总是有原因的 那我们就等着 等到他 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 第二 就是如雪说了 灵青奶奶曾经有一些交代 我们听听 如雪说 是什么样的交代吧 事到如今 也只能这样了 在冷静下来之后 我就清楚 我应该做什么了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特别是背负上了责任以后 就如同母亲对孩子的责任 会让一个天真的女孩子 刹那就成长为一个勇敢的女人 父亲对家庭的责任 会让一个爱玩的男孩子 刹那就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在每个人面对生命赋予的责任时 都是如此 不管你是如何的不愿 悲伤 逃避 最终 你也只能扛起他 否则 你的人生 就会成为一段没有意义的 虚度岁月 因为 你从来没有承担过什么 就这一点 哪怕你是一个再成功的人 一样也是一个失败者 进了屋子 大家在屋里坐下 但如雪 却一把拉起我 对大家说了一句 对不起 大伙 再等一会儿 我糊里糊涂的 被如雪拉到 我和师父洗漱的地方 一时闹不明白 如雪想做什么 而如雪不说话 只是打了一盆清水在我面前 开始给我洗脸 他平静的说 既然是要振作 那就拿个振作的样子出来 哪怕只是假象 哪怕只是让心里好受一丝 也是好的 说话间 他放下帕子 把放在台上的 刮糊膏抹在我脸上 师父离去 我已经快一个星期 没有刮胡子 此时 满脸的落腮胡 长到不长 胡须拉叉的样子 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看着如雪 悉心的为我做这一切 我一把拉住了如雪 她静静的挣脱了我 说道 是想问我 姑奶奶离去 我不难过是吗 我点头默认 我难过 我很难过 我从小就是姑奶奶带着 在寨子里 我和姑奶奶相处的日子 比如月还要长 姑奶奶总说 我们的命都一样 她总觉得我苦 对我分外的疼爱 一直以来 姑奶奶是我最大的天 你觉得 我难过不难过 如雪说这话的时候 就和她平常一样 是分外平静 淡淡的 淡倒 就像在诉说别人的事情 可她曾经是我 最亲密的恋人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她那份平静 往往掩藏着 太多太深的感情 所以 我知道她口中 所说的难过 或许 比不过她心中难过的一半 她表达不来的 说话间 如雪把刮糊刀递给我 她慢慢的说 可是 姑奶奶告诉我 你师父 会不辞而别的 你一定会更难过 所以 我想着 我就不要难过到崩溃了 过来 撑着你 说完 如雪轻声的对我说了一句 记得 再洗洗 换件赶紧衣服再出来吧 你整齐鲜 大家的心里 也会好受一些 你爸妈看着 心里 也放心一些 看着如雪的背影 我的心里 又是一丝七处 为什么 她就不能是我的妻子 或许 很久以前 师父 也这样问过 灵青 为什么不能是我的妻子 这就是命运吧 就算如雪不是我的妻子 可是 我不会因为她不是 就不给她 如同丈夫 给妻子的爱 这不是身份 能限制的东西 这是 我炙热的感情 就如师父 离我而去 不知道 去了哪里 可是 不会因为 她不在我身边了 我就会觉得 她不是我师父 不论 她身在哪里 她也总是 我的师父 而我要找到她 也是我自己的感情 我不会违背 我按照如雪的请求 终于把自己收拾干净了 然后却发现 妈妈在屋后等着我 一见到我 她就问我 三娃儿 那个姑娘 就是如雪吗 怎么 你和如月丫头 也挺好的样子 把妈 都搞糊涂了 我说 妈 如月是妹妹 但是 我和如雪 也分开了 因为很多原因 可我还是喜欢如雪的 妈 师父不在了 我希望 你能给我一段 自由的岁月 让我好好 做做自己的事情 可以吗 我妈一下子 就听懂了我的话 有些漠然不语 她知道 我这是在告诉她 可能很久 我都不会结婚 不会成家 终究 她叹息了一声 我和你爸爸 商量商量去 哎 童子命 又是神仙一样的 江师父的徒弟 我和你爸 从来也没奢望 你能和普通儿子一样 如雪 多好一个姑娘 为什么要分开呢 马念叹 马念叹着 就走远了 我无意识地抬头 望着天空 这人生 到底要有多少苦涩 才能让人的一颗心 最终变得坚强 而平静呢 当我收拾得整整齐齐 到了众人面前的时候 我明显地感觉 大家情绪好了一些 有目的的人生 总比没有方向的人生 来得要坚强和有意义 有人领着 总比一个人摸索 要来得轻松一些 就如如雪所说的 这表面上的精神 都知道是个假象 但多少也有振作的作用 面对这样的我 大家的情绪 无疑也是好了很多 灵清奶奶到底 交代了一些什么 是由如月给大家说的 她说 我奶奶说 江爷爷这一辈的人呢 一辈子 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愿望 那个愿望 也是他们的秘密 这其中太多艰难 太过虚无 也太多危险 所以按照江爷爷的性格 是不会牵扯到下一辈了 而且这个决定 也是他们早就做好的 至于我奶奶 是一定要陪着江爷爷的 他告诉我和姐姐 他这一生 背负着寨子 也为国家做事 担当着白苗和汉族 合作的纽带 他累了 老了 就一定要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有遗憾了 如月的这番话 其实根本就没有包含任何的线索 但多少让我们心中好受了一些 看来师父们都选择这种不负责任的方式离去 只是不想下一辈重复他们的路 可是你们可以安排计划 规划我们的未来 却永远安排不了我们的感情 这么多年来的感情 已经让我们注定了 总有一天会踏上和你们一样的路 哪怕是 哪怕是你们一样 到老了 再去追寻也是一定的 想到这里 我总觉得这是我们这一脉的宿命 有些无奈 有些心痛 更多的还是迷茫 因为我不知道师父他们干什么去了 我应该如何去做 我下意识的捏了捏眉头 却不想会根 一下子就委屈的蹲在我面前哭了 他说 我师父 又是为啥走的嘞 我一把拉起会根 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十三岁 半大的孩子 他承受的 也需要比我更多 倒是如月见这种情况 一把拉过会根 他说着 你师父啊 是和江爷爷一起的 他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那种情谊 已经深入骨髓了 会根 就像你对三哥哥一样 把他当成哥哥 他们是兄弟一样的感情 我奶奶 也跟我说起了你师父 他说 如此危险的事情 惠大爷 是一定要和江爷爷一起去的 而且惠大爷 也有自己的追求 他也要通过一些东西 寻找一些东西 惠根 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其实 我不知道惠大爷是怎么想的 我们的师父失踪了 我们都还是成年人 可惠根 他就未成年呢 难道 要惠根 中途还俗 回到家里吗 他还能适应 普通人的世界吗 惠大爷 比我师父还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可是在之后 我知道了 惠大爷从来就没有放下过惠根 他早就做好了安排 这一切 我们是在一个星期以后 成青哥抱着两盒骨灰 到了这个地方 才得以知道 那一天 细雨蒙蒙 我们在竹林小柱的等待 已经是第七天了 没有人不耐烦 更没有人提过离开 这段日子 是谁也不敢离开谁的 因为这巨大的悲伤 没有人敢独自承受 在这七天里头 我们应该是相互靠在一起 取暖 我们谈天说地 修行 论道 读书 都刻意不去说师父的话题 虽然我们都已经决定 今后要怎么去做 可是我们需要一个悲伤的沉淀期 特别是 如月说了灵清奶奶的话 师父他们做的这件事情 很危险 我们就更是不安 我们谁心底 没有一个希望啊 希望能活生生的 见到师父他们 而不是最终得到的死讯 所以 我们更需要一个时间 让自己平静 能平静的 安排未来 处理所有的事情 七天 时间不长 但也是一个很好的缓冲期 至少够时间 让我们把那深入骨髓的悲伤 先掩埋在心里了 虽然还不能掩埋 深入到心底 让表面波澜不惊 可以能看似平静的度日了 偶尔还能开着一个玩笑 虽然那个笑容 不见得是真心的 这一天早晨 细雨朦朦 程兴哥一大早就对我说 程医呢 这应该是最后一场春雨了吧 想起师父走的第二天 就是一场细雨 我心里头总有些排斥着萌萌的细雨 总觉得它和悲伤是不可分离的事物 面对程兴哥的话 我没有接口 就是在这样一个上 程兴哥来了 他没有撑伞 就这么抱着两个盒子 背着一个背包 一路走到竹林小株 我坐在长廊前头发呆 是第一个看见程兴哥的 见到他如此 赶紧进入拿了一把伞赢了上去 伞吓得 程兴哥的表情 是和我们一样的 平静 但眼中沉着一种抹不去的哀伤 他对我 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程兴啊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我把师父和小师姑带来了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李师叔 小师姑 我下意识的就问 他们在哪啊 可我刚一问出口 就知道答案了 下一刻 眼泪 再一次的掉了下来 我知道师父他们有一个小师妹 在很多年前 师父他们还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去世了 李师叔和小师姑一起被带来 那不就是 李师叔去世了吗 我有些恍惚 程兴哥却把两个骨灰盒抱得更紧 他说 先把他们带进屋吧 我点了头 撑着伞 跟在了程兴哥的身后 背上啊 你难道不肯停止了吗 望着原本供着三清的供桌上 新添的两个骨灰盒 我的脑袋里头只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又一个关心我的人去了 在恭敬的摆好两个骨灰盒以后 我们都朝着骨灰盒 拜了几拜以后 程兴哥的脸上已经挂着两行青泪 他转身对乌叶着的我们说 我欠你们一个交代 毕竟我师父也是你们的师叔 所以这一切也要交代才好 我们安安静静的听着 而程兴哥逝去塞边的泪水才说 师父一生命不二数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他早就算出来 自己已经大陷将至 原本他可以和师叔们一起去追寻 完成一生最后的心愿 但是 他不愿意离开小石谷 也就是他们的小石妹 他说了 他若去了那里 怕是骨灰都不得和他葬在一起 罢了罢了 你们都有很多事情要和徒弟交代 就让我当最后一个接手人吧 等我去了以后 有澄清把你们的交代都带到 听到这里 我已经明白了 李师叔和小石姑是有一段感情的 在最后 他选择了留在世间陪伴小石姑 死后 能同学而眠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留在世间 但是程清哥不是说了吗 如果去了那里 怕是连骨灰也不能葬在一块吗 一下子 一下子 我的脑子像是忽然清醒了一般 像抓住了什么一样 可是 师叔过世的悲伤 却还是瞬间就淹没了我 我没有办法去想太多 而程清哥也在继续的诉说着 其实啊 你们比我幸运 幸运在 或许你们还能见到活着的师父 我的师叔们 可我呢 也比你们幸运 可以亲手 为师父送终 师父不想生离死别 有太多的悲哀 他说 死 只是人要面对的一道坎 也是一个开始 不必太过悲伤 所以 也就不要支回那么多人了 静静的离开就好了 他说 竹林小柱清幽 死后就把他和小师姑葬在这里就好 说到这里 程清哥顿了顿 师父说 他一生没有故乡 都是随师祖漂泊 有师祖在的地方 就是故乡 所以 能葬在有我们这一脉存在的地方 也算是 落叶归根了 另外呢 程清哥说到这里 再次停了一下 原本师叔们的计划 是在三年以前 是想和我师父一起的 无奈我师父 已经决定留下 就一直拖到现在了 他们 想最后留一段日子聚一下 毕竟因为当年的很多事情 他们错过了几十年的时光 遇一下 就是指在竹林小柱的聚会吗 还是每个人都舍不得自己的牵挂 然后借此多留一些时光呢 程清哥又接着说 我这次来呢 带了很多的信 是师叔们 各自要交给你们的 另外 还有这个东西 是送到 程一在北京的老住宅的 在程一走了一个月以后 就辗转 到了我这里 是什么东西呢 难道是高宁的信 这是我脑中的第一个想法 在竹林小柱外面 多了两座 漆漆的新坟 坟前头是燃尽的香火蜡烛 坟的左右 各有两棵心中的长青树 却独独 没有墓碑 这是李师叔的意思 生死恩怨消 这一段的旅程 已经结束了 就不必立碑 还要记着自己是谁 有心的后人 可以来祭拜一番 如若到了很久以后 忘了 也就忘了 一个墓碑啊 反倒是一种琐碎的事 没有必要 师父或许是看透了 他觉得一切的本质 其实很简单 生老病死 无论你是谁 总归都要面对的 想通了这一切 就恨不得一切致见 成青哥把一些东西 交给我们以后 就这样说着 那是出走的老一辈 留下的一些东西 现在由成青哥 交给了我们 到我手里的 是师父编撰的四册书 还有一封信 我抚摸着那四册书 其实我是见过的 在竹林小柱 在北京 师父在空闲下来的时候 总是会写写画画 问起他呢 他也是说 要把一生所学整理一下 这是一项长久的工作 从我跟随师父起 就开始了 或者是更早 所以呢 我也就没有留意 如今看来 师父是早有打算的 我不太敢 看那封信 总怕有什么 承受不住的消息 但我又不能不看 因为这是师父 给我最后的留心 可能这一生 我都只能凭借这封信 来缅怀师父了 因为师父 一生都不照相 连画像也没留下一张 想到这里 我有些 悲从中来 打开信封 师父熟悉的笔迹 就印入了我的眼帘 我忍不住 红了眼眶 师父曾经说过 想笑就笑 想哭就哭 才是男儿本色 喜欢憋着的 喊着男儿流血 不流泪的 让他们内伤去吧 反倒是不够洒脱 为了面子 做作而已 可这个时候呢 我却有些痛恨自己的眼泪 我很想沉淀下来伤痛 尽快坚强起来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想到这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 抹了抹眼睛 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才开始看信 成衣我图 见信的时候 恐怕我们已经师徒分离 愿你一切安好 已经从悲伤怀念中走出来 笑着面对今后一个人的生活 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 和你分别的时候 是要严肃的告诉你 我要走了 还是就这样像平常一样离去 此来想去呀 我已经决定 选择一种最平常的方式离去 就如当年 你在山上 我只是下山去采购一些 生活所用之物 原谅我的选择吧 或许是我不够坚强 不想面对离别之苦 怕说出来之后 反倒不舍离开 毕竟 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大的牵挂了 师父走了 是要去追寻一生都想要去追寻的一件事情 那是从师父二十五岁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 不只是我 是我们这一辈的师兄弟都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 原本 原本我以为终于可以去做的时候 我会很快乐 很洒脱 但事事终究难料 我对你有难以割舍的师徒之情啊 可越是这样 我越是要做那件事情 我以为我的师父也对我们有难以割舍的感情 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就不告诉你了 这是我们老一辈商量的结果 曾经我说过世间万事万物都在轮回 就如生不管中途走得有多么精彩 结局也只是死亡 除非能修心悟道 最终跳出轮回 我们老一辈的人不想你们继续我们的轮回 所以也就只能这样阻止 什么都不告诉你们 让你们跳出轮回吧 莫了呢 这一件事啊 是我穷其一生努力去追寻的事情 可以说呀 一生都在不停的奔波 收集线索 到如今终于有了一些把握 你不要挂念我 事情只是太缥缈 但说险境还算不上 可是 我们这一次 已经下定决心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承一啊 我恐怕是不会回来了 我们相处二十载 分别也不应该有什么遗憾了 但愿 你能这样想 最后啊 我把一生所学 编辑成了四册书 你在修行上有什么不足 可以时常翻阅 我不在你身边 希望你还是能日日勤奋 走到比我高的境界 我们这一脉 希望你们这些小辈 能继续传承下去 到了晚年 如果想收徒 切记品行 缘分 缺一不可 如果没有师徒之缘 就去龙虎山 道家祖庭 或是联系部门 把书捐献出去吧 让他们继续寻找有缘人 也不算断了传承 令 希望你能在晚年 岁月沉淀之后 继续补足这四册书 相信到那个时候啊 你的心境 你的术法 应该能精进到 比我高的境界 我江丽纯的徒弟 不差 是不是 我一生潇洒 转眼就要离开 整理一生心事 除了你是牵挂 道也 无甚遗憾 只是有一件 看我道家逐年示威 心里难免遗憾 故有利益者 坏我道家之名 却也不得不承认 其中 是有传承断代 道家文化遭受劫难的大因 没有一件事情 能够永恒的兴盛 总是要走入高低不停的轮回 师父啊 早就已经看透了这个道理 但也难免心痛 诚意啊 希望你在有生之年 能够行得正 做得端 能改变几人 对我道家的看法 就改变几人 毕竟道家兴盛 不在你一人身上 但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我江丽纯的徒弟 一定要谨记品行 切记 切记 悠悠岁月 一晃就是二十载 往事 历历在目 仿佛啊 你还是当年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子 可回过神呢 却发现到了不得不分离的时候 你要问我还有什么交代 那还 真的还有一句话 那就是 只需记得 你是我老李一脉 然后忘记我 继续生活 江丽纯 忘记你 继续生活 师父 那你可曾忘记了师祖啊 我仔细的叠号信 放入上衣贴身的口袋 我这样想着 浑然不觉 自己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就如师父所说的 他要断掉我们这一辈 在某个问题上的轮回 所以 他真的什么线索也没留下 包括最后的信 也什么都没交代 更不提及 他去做什么了 但是 真的没有线索吗 我擦干眼泪 闭上眼睛回想 又想起 十几年前的一个早晨 我从师父的窗口下 捡到的几张纸 上面只写着两个字 昆仑 那个早上之前 是师父第一次给我提及 师祖的一些隐秘 包括师祖年纪的谜题 然后师父应该就彻夜不眠 反复的写了一夜的昆仑 那绝对是新式的显露 师父 师父却并不知道有一个早晨 他在寒睡之时 我捡到了那么一张纸 然后把这件事情埋在了心底那么多年 也没有说过 这可能就是解释不清的命运 让我始终没有去问过师父 没有暴露出这件事情 加上师父心里那句话 我认为我的师父也对我们有难以割舍的感情 事情 仿佛已经隐隐的有了串联起来的线索 我的师祖 昆仑 这几天我太过悲伤 在悲伤之中 人是什么都不愿意去想的 本能反应就是先要摆脱这种悲伤 旁观者或许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 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只有经历在其中的人才明白 那悲伤的力量席卷而来的时候 人是多么样的渺小 事后不管怎么坚强 在当时总是要沉沦的 感情越深 沉沦的越久 如果可以避免 那就真的练成了神仙般的金刚不坏之心吧 隐隐清理了一些线索 我的心情也明朗了一些 抚摸过师父留下的四册书 我想这是师父 我想这是师父留给我的责任吧 当我到大厅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等在了大厅 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 相信都看见了各自师父留下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约定 在看过信以后 一切商量一下 整理线索 决定以后要怎么做 当我进入大厅以后 沁淮拉着会根朝我走过来 递给我两页纸说 会根的信 你必须也看过 这其中有会大爷 对你的一些交代